十二三岁的时候已经看到那些马来少女开了水龙头 围着一张一条沙龙就在那边洗头发 围围看到胸部 那可性感了 啊 你有多少个女朋友 我 几十个有吧 那蔡先生你要如实交代 一年一个不过分吧 那六十一个 总是有的 有啦 最少吧 哎 换她解决问题 我的制片人 教女朋友要练习啊 不是说马上就教到的 怎么练习呢 丑得照杀 杀久了以后 你就传为专家 那漂亮的跟着来了 哎呦 好佩服你啊 哈哈哈哈 我还是小毛 实际性 认识了一个比我大的女孩子 我就喜欢她 结果把她弄大肚子 哇 哈哈哈哈 哈哈 那肚子说要我爱她 我说我哪里可以爱你 哈哈 我说这另外一回事 哈哈 她的女孩子也没纠缠你 没有了 没有了 你就去日本了是吗 去日本跟这个有关系吗 嗯 来 来 来 嗯 16岁的蔡兰在日本担任 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 两年后她系统学习电影 回到香港后 成为邵氏的知名监制 与金庸 黄瞻 泥矿 并成为香江四才子 你最常一顿饭吃多久啊 好几个好朋友 一面吃一面聊天 都聊到天亮嘛 年轻的时候 嗯 我很明白 所以你那本书里面写的 我很明白那些大学生活啦 那些所谓的 忧伤 都很明白 那我们都经过了 那时候大学生活写得太早 不不不不 我写得很好 写得很好 因为我看书喜欢 所谓的作者论啊 就是 把他的所有的书都看完 那么才叫做看书嘛 那就做很多的像我这种 就很难 对啊 两百本怎么看啊 哈哈 哈哈哈哈哈 对 不过我那个很好 很容易看 很正统又不是正统 所谓文学又不是文学 所以那些什么 艺术界文学界 一定把我品出去的 他们不认我 他不知道怎么归纳他们说 我说归纳成洗手间文学好了 一次看完一遍 你如果那天吃了四川火锅的话 就看两篇吧 我觉得您那个是明末小品门的延续啊 应该是那种感觉啊 包括鲤鱼啊 应该是您最喜欢那种生活吧 最喜欢 最想吧 所以某种意义上 其实您也是 看起来生活在现在 其实也是非常生活在过去的一个人 都会吧 文人都会这样 对 其实您说这个我想起这个事情 这个问题我本来想放到最后来问您的 现在我觉得可以聊了 不要紧随便 对 对 聊完了又回来回来 对对对是这样 就是 很多时候我觉得享乐 我不知道它是对现实的反抗也好 还是现实的逃避也好 它可能都是同时发生的 比如在明末清初做鲤鱼这样的人是一种选择 但是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享乐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呢 在任何时代都可以 想通了什么都可以 问题是想都通想不通嘛 还有最大的问题是你敢想不敢去想嘛 有些人让你去想都不去想了嘛 在笼子里面关了太久了 对对 那如果选一个潮单影响生活在什么时候 选一个时间和空间 还是现在 因为你现在太容易得到资讯 新的技术太多给你学了 我一直学英特线 那学这个学哪一个了 我现在很矛盾 比如这么一个手机 它看起来有很多自由 但其实变成一个prison 你不当它是就不是 但世界上很多人已经是了 是不是 人家不管 你要明白这一点 你这一点最重要 你要出来 真正的自我 真正的出来 不管 对吧 我跟您吃完这顿火锅就变 变变变变 你来了变 很过瘾的 变变变的 而且我常常读你的书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 因为你常常看别人 你很少看自己 我后来开始看自己 对 因为我说我做人不断地学习 我在墨西哥 我跟一个女人 什么都不懂 但是她上完床以后 上完床以后聊天 特别坦白的嘛 她跟我讲 我们家里 你不要以为你们会争鱼 我也会争啊 原来墨西哥会争东西的 我不知道呀 她教我 教我墨西哥的饮食文化 她妈妈做什么什么 把我带到她家乡去 我在墨西哥拍戏的时候 看到炮仗 烟花要买来放 她说蔡先生不可以 这个是死人才放的 你们死人这么欢乐 是很欢乐 我们常常死人 因为我们人很短命 我们医学不发达 对对对 我们还有一个死亡节 有不如同 对对对对 很大的嘛 像狂欢康尼宝一样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了解死亡 他们接触 他们拥抱 什么时候开始对死亡 开始注意的 或者说 开始想这个问题的 战争有的印象就是 突然间捧一身一个炸弹 炸在我们屋顶上 我甚至 我妈妈说 跑啊 让我去防空跑 我们常常人甚至要吃红鸡蛋的 红鸡蛋 说跑 跑又看到那个蛋黄 抓起来丢下去 一口差点啃死 我到现在还不敢吃鸡蛋黄 真的啊 我开始想 关于死亡 为什么要顾得这么厉害 为什么这样 那么就一直看死亡的书 大概你在其他的地方也看过 我说 学习什么火很重要 学习什么死 特别重要 很重要 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去谈 所以这是特别大的问题 老是不面对不面对 而且整个的人就不成熟 不成熟 不成熟 大问题了 大问题 都有不同的人物 这个世界上 有不同的看法 你自己的思想是怎么样 你就往那边去走 可以改变的 不是不能改变 只有什么改变得了呢 只有享乐主义改变得了 但我觉得你骨子里没改 其实你本质上没改 本质上很难 其实等于是您父亲一代 其实也应该蛮苦闷的吧 那一代五四青年们 他们到南洋去 然后那种 有他们的苦闷 有他们的思想 所以我父亲的闭名叫刘北岸 就是从那边看中国是北边 特别喜欢古体诗 但是他又认为是说要突破 所以他写心诗 对 但是他的心诗是压印的 就那时候我也写文章了 我就在报纸上 我说这种什么屁事 用笔名骂 笔名 骂了他很生气 他这个那是谁 我就在那边偷偷的笑 就是您父亲那时候 其实都卷落中国政治里面 他为什么跑到南洋去 不就是当时的党争吗 我看看你姐那个 姐姐回忆他笑死我了 说他要去参军 因为可以到处旅行 对对对 我说还有这种方式 这个词是他教我的 喜欢旅行 对对对 一染上完蛋了 我很多地方像爸爸 年轻的时候喜欢打 上期中打领带 我喜欢像我爸爸 我爸爸打黑领带 很少很少 很少黑领带是上次的时候 才带的嘛 你不然间有一个人 打黑领带 所以他属于那种 很资深的文艺青年 包括我父亲教我的 准时守诺言 这是等于是 其实老派中文人的 moral code 我认为很好啊 父亲对日本应该有恨吧 没有他不是 我姐姐也写了嘛 叫他去搬那个东西 给他踢一脚什么 对啊 我不看坏的也没 但是我觉得这点 其实也是很困惑我的 蔡先生 但是我是总是觉得 不知道就是 我其实我很喜欢 包括你我觉得 你的父亲是那代人身上都有的 就中国文的那个 天下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 包括顾炎武说那种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 读圣贤书所谓合适啊 您父亲讲的吗 就这个东西吗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 你要完成平衡啊 怎么办呢 后来你发现 吃吃喝喝才可以平衡 哈哈哈哈 來來來 因為我很喜歡這句話 讀聖賢書所謂合適 誰喜歡 拿一個河來給我 拿一個河來喝湯 差不多了吧 謝謝 夠了嗎還是 你覺得 我覺得當然可以一直聊下去了 對呀就是我 我不知道蔡先生的時間 我可以 我可以 但是我就是 我們換個地方 我也要換個地方 我當然 想跟你一直聊下去 這太開心了 拜拜了 小心小心 別這樣拍了 等一下小心 我們去當那邊還有大法機會拍 好 您最初做電視節目的時候 整天鏡頭對著您 反不反 我在拍電影的時候 我對著那些女明星 女明星 跳皮搗蛋 嗯 我對我自己發誓 有一天我站在 鏡頭前面的時候 我一定很聽話 嗯 但會不自在嗎 我不當他存在就不自在 但因為本質上 就是你也是個害羞的人嘛 那 脊椎 對啊 後來慢慢怎麼克服 我現在見那個我還是不舒服 我還是覺得害羞 在街上 怪了就不 我就是說嘛 嗯 那就是你要練習嘛 練習 練習了以後 你被人家記憶多了 你的臉皮就厚了 那我回去趕緊練習 我繼續練習 好 葉青好不好 嗯 好 葉青 葉青好 葉青好 你想的時候喜歡看哪些作家的書呢 提前是先看所有的最匪色的東西 匪色 匪色 耶翰克里斯多夫 戰爭與和平 越好越好 東東看每天看 爬DD 怎麼樣都要把它看完 他的 經過那個時代以後就看別的了 開始什麼都看了 外國文學也看得懂 那譬如說 小時候看那些 比如余 descent 非常英雄主義啊 是啊 這種英雄主義 在您心中是什麼樣的一個 就 肯定還在 他也不可能丢掉的 丢掉丢掉 真丢掉了没有了 战争与和平怎么会记得 那你这样会觉得自己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吗 你们这几天还要干些什么 蛮想去邵氏那些地方您有兴趣看 有兴趣吗 没有 香港店的黄金时代较好又卖错 蔡兰在邵氏担任要职 建制过成人主演的一系列商业娱乐片 看起来能力双收 但他却说自己过了不开心的时光 您觉得邵义夫 邵先生最厉害的是什么 他身上 不停地学习 不停地动脑筋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努力的一个人 你觉得他知道弱点是什么呢 他的弱点 他的问题在哪里 那问题他一面倒的去搞那个 他不知道商业片也可以赚钱 文艺片也可以赚钱 他的思想还没有到那个层次 没有见过那些东西 我说邵先生我们一年拍四十部戏 我们四十部都赚钱 那时候黄金时代嘛 我们拍一部不赚钱的怎么样 第四十一部不赚钱的又怎么样 他说拍第四十一部都赚钱更好 因为他不懂 他没有这种观念 你给他看一闷闷闷闷 他说什么东西 他不能接受 我说不行啊 不行啊 我说要进步啊 不行啊 不停 没有办法 那么我也没有能力老实讲 部分都是我的错 这个大局我改变不了 那这个过程应该有点痛苦吧 有 但是不讲了 但我觉得应该讲的 有一天我希望您写出来 我觉得这个对下一代非常重要 对您自己也重要 来来来来 那我还有 自己来最好 我认为不要打来着 要喝多少就喝多少 来 我是一个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 是啊是啊 所以我尽量有什么感伤 我都把它走在保险箱里面 但因为人是Balanced嘛 就是说你有快乐这一面 或者说有这种享乐主义一面 必然有一面是非常感伤主义的 要不人就完蛋了 人就失衡了 我现在已经学到不失衡了 真的不失衡吗 可以 那放在保险箱里也是保险箱里面 还用一条大锁链把它锁起来 还把它剃进海里面去 但是你是知道的呀 你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保险箱的呀 我知道啊 嘴我可以替嘛 九十年的香港电影 逐渐没落 蔡兰受到邵氏影业的影响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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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